好来看到天气方面 今天是元宵节 但是有点扫兴 受到华南云与区东移的影响 除了南部是多云 其他地区都有机会降雨 而另外来看到 位在海拔3886公尺的雪山主风 在低温和水气充足的条件下 再次下雪了 而这波水气将会持续到礼拜四 而且好天气只有一天 紧接着礼拜五礼拜六 又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 气象专家彭启明更表示 在13号之后还可能出现大降温 强度如何必须再观察 台湾第二高峰雪山主风 5号清晨降下锐雪 不到9.7公里以上有积雪 厚度达2到5公分 让一早攀登雪山的山友近乎连连 现在正在下着雪 看到没我身上 雪山在上个月强烈寒流来袭时 海拔较低的太平山 思源亚口等地方都下雪了 但雪山主风可能水气不足不见下雪 但这波东北季风气象条件适合 水气充足迎来降雪 夜间都是零度以下 相关的路段或是结冰的状况 雪山翠池又之功回报 其实前一天下午就开始有零星飘雪 至于这波水气将持续到9号周四 只剩东半部有局部雨 但到了周五周六恐怕又在变天 未来一周温度变化不大 但在隔一个礼拜 气温又会溜滑梯 气象专家彭启明在脸书po文 依据各国模式 13号之后可能会大降温 冷空气强度甚至有机会 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等级 会不会到寒流还有一段变动的空间 还有在观察 而连日降雨水气增多 气象专家贾欣欣则表示 要留意6号新竹以北沿海 有较强浴室 伴随强风及春雷但气象局这样解读 大致上还是比较偏向是阵雨的形态为主 雷的几率的话 相对来说目前的资料来看 可能没有那么大 历春过后天气变化莫测 未来每隔2到3天就有一波天气转变 民众出门在外最好被托雨具 记者 宋侯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